大家好 欢迎来到MEDS学院 在之前的课程中 我们已经学完了Redis相关的一些常用类型 包括我们的常用命令 那接下来的课程中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和Redis相关的一些高级知识 首先来了解一下我们Redis中的这个事物 那说到事物呢 大家可能如果用过MySQL同学应该有了解 我们在这里边来写 第几个了 来个2吧 对吧 2 Redis中的事物 那事物呢我们说过 就像我们去银行转账这样一个过程 假如说A给B挥款 对吧 那首先应该从A中把我们的钱滑走 然后呢在我们的B中增加相应的金额 这样一个过程 其实呢就是一个事物 那这两步操作呢必须同时成功或者是失败 要么呢全部被执行 对吧 要么就全部都不执行 或者说我们平时玩微博 假如说你关注了某个明星或者朋友 对吧 那你肯定是这个明星或者朋友的粉丝 那不可能说你关注了他 你还不是他的粉丝 那这个效果就不合适了 所以说呢我们说的这两种情况呢都应该属于一个事物中的操作 那么在我们的Redis中呢同样的也存在着这样的事物 他们的执行原理呢也是 他是先将属于一个事物的命令发送给我们的Redis 而不是没有执行 不是写一个命令 执行一个命令 是把你要执行的命令发送给我们的Redis 然后在Redis中依次来执行这个命令 当然呢在Redis中所有的命令都会被我们的串行化的依次来执行 按照你发送命令的顺序一个一个来执行 那发送完之后呢我们Redis并没有执行这些命令 而是让这些命令加入到我们等待的一个执行事物对列中 一会儿呢就可以看到 接着呢我们可以通过EXEC命令 通过这个命令告诉一下我们的Redis 将等待的事物命令 将我们等待中的就你刚才发送的这些命令 都一次的按顺序来执行 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EXEC命令的返回值呢 就是这些命令的返回值组成的一个列表 那返回值的顺序呢和我们的这个发送命令的顺序是一样的 那首先呢你要想使用我们的事物 和买思考中一样 你同样的需要开启事物 第一步需要开启事物 那开启事物呢我们可以通过MULTI这样的命令 来开启一个事物 比较简单 它的作用就是开启事物 那需要注意啊 书块中的书块中的多条语句 会按照顺序依次被放到一个对叠当中 这一点需要知道 最后呢我们由 由我们的这个 EXEC 这个命令 执行 来执行我们这个对列中的 等待中的这个 命令 来执行 就可以了 好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我们先清空一下所有的 好 再case 是个空 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来开启事物 我们在这里边来写 写上一个MU LTI 开启一个事物 开启之后呢 假如说我们做一个什么操作呢 我对一个技术器进行增加 INCR一个 Counter 1 接着我们在INCR Counter2 发送的命令 INCR Counter3 发送了这三个命令 你再拼一下 对吧 你再get一下 Counter1 都可以 好 把它复制一下 成功 你看到 MU LTI之后 相当于开启了我们的事物 接着在事物中 你开始发送命令 你发送了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你看到选拼命令之后 它返回的只是一个什么呀 QUE UED 代表的是 放到了我们的事物对列中 那接着并没有被执行 那现在你说 想执行了 执行这一个事物块中的这些语句 通过谁呢 通过我们的EXEC 执行 执行 命令 事物块中的命令 通过 EXEC 来执行 它的作用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执行我们事物块中的命令 但是需要注意啊 如果说我们某个key 正处于我们的这个监视下 那这个监视呢 可能还没说 一会儿呢 可以通过WASH命令 进行监视 而且呢 我们这个事物块中 还有和这个key相关的命令 那么我们这个EXEC呢 这个命令 只有在这个key 没有被其他命令 所改动的情况下 才能执行生效 那一会儿呢 我再带着你来测试啊 那否则呢 我们这个事物就被打断了 被打断了 先知道一下 通过EXEC 来执行命令 接着你EXEC一下 实验一下 EXEC 你看到执行的结果 前三个是自增长的 一 没问题 拼一下得到了 接着我们再得到一下 Counter1 这个字符串的值 这个键的值 得到的是一个1 没问题 代表着我们这个事物中的 所有命令 都已经执行成功了 接着你再case一下 你看一下 一共三个 没问题 之前的全部都删掉了 这是我们通过MULTI 来开启了 我们的这个事物 那接着再往下 刚才我们说到了EXEC 它的作用就是执行 执行 是我块中的命令 那这个呢 也没有什么说的 刚才已经在测试了 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 在EXEC中 有一个注意的 就是我们下面 监视某个 或者多个 一个或者多个key 可以通过谁呢 可以通过watch 监视一个或者多个key 通过watch命令 它的作用呢就是 监视一个或者多个key 接着如果在执行 事物之前 这个key如果被其他命令所改动了 被其他命令 改动 那这个事物呢 就被打断了 事物就要被打断了 那接着这个watch有一个 还有一个unwatch和它对照的来记 取消我们watch命令 对所有的key的一个监视 和它对照的记 unwatch 它是取消 watch命令 对所有key的监视 它们两个一起来记就可以 接着呢 语法呢 也是比较简单 直接watch 加上某个key unwatch 直接就取消了 取消了 同样的 你也需要注意 如果在执行我们watch命令之后 我们EXEC命令呢 或者说discard 还有一个 这个没说 它是取消事物的一个命令 那么呢 我们就需要 就不需要再执行我们的unwatch了 如果你执行了这个事物 或者说取消了事物 那接着把这个取消也写到这 第四个 取消 事物 可以通过谁呢 通过我们的discard 通过这个命令 就可以取消事物 也就是不执行我们事物中的 这个所有命令了 不执行了 那在这一块 这两个我们说了 不论是EXEC还是取消事物 那现在只要你执行了这两个命令之后 都可以不用通过我们的unwatch 来取消我们这个 对所有key的一个监视了 这一点需要知道 因为当我们执行EXEC命令之后呢 它就会执行事物 对吧 所以说这个watch命令呢 就已经产生了 而我们像执行discard的这个命令呢 取消事物的同时呢 也会取消 对所有key的一个监视 所以说我们刚才说到 如果执行了这两个命令以后 那就不用再执行我们的unwatch 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首先还是拿这几个为例 我们再来开启一个watch 或者我们先来一个incr watch一个counter1 watch一个counter1 再来一个counter2 坚持了这两个命令 接着我们开启事物 multi 没问题 接着你再incr counter1 counter2 好 接着如果说 现在另外一个客户端 要修改了我们这个 假如说counter1的值 那这时候呢 你在exec 你看一下它返回的什么 我们再来打开 再打开一个客户端 case一下 接着你 set counter1 10 成功 接着你get一下counter1 你看到现在是10 那接着如果此时 你在执行我们刚才这个事物中的代码 代码块 你看一下 它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呀 对 nl 那证明我们这个事物执行成功了吗 不信的话 你再得到一下 那此时得到一下counter1的值 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刚才你被设置的这个10 对 接着再得到一下counter2 如果执行成功的话 应该变成2了 现在你看 它还是1 证明我们刚才被监视这两个key 在我们的这个事物块中 是不是没有被执行成功 因为什么呢 因为是不是有另一个客户端 修改了我们这个值 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看到了我们这个watch命令的作用 watch命令的作用 它代表的就是 监视这一个或者多个key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再来 multi ncr一下counter1 还是ncr一下counter2 接着exec 这时候你看到成功了吗 对 成功了 一个是11 一个是2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这时候需要注意 需要注意 刚才我们这个watch命令 带着大家掩饰的这种情况 就相当于你正在执行同一步操促 另外一个客户端 如果对你这个事物块中的某个命令 或者某个 key来做操作的时候 它是不让 通过谁来阻止呢 就通过我们这个watch来实现 通过这个watch来实现 好那unwatch呢 这个就不用带着你来试了 直接写个unwatch 取消所有的key就可以 取消所有这个key 那最后呢 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discard 它代表取消我们的事物 你可以这样来写 写成一堆 multi 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set一个test multi 值呢 写上laces test 好那接着再往下 你再incr一下 counter4 incr counter5 这时候我们再来discard一下 就代表取消了这个事物 把它复制一下 好成功 接着discard ok ok 是不是没有被执行呀 接着你case一下 看有counter4和counter5吗 没有 包括这个test multi 都是没有的 所以说 这是可以通过discard 来取消 我们是一个事物的一个执行 那接着再往下 事物这块 已经看到了比较简单 那有个同学可能想 刚才我们做的这些测试 你写的这些命令 都是一个正确的 对吧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事物块中 你发送的这些命令 如果某个命令 写错了 这时候怎么办呀 对吧 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 我们事物中的一个错误处理 第五个 事物中的错误处理 好 那接着来看一下 当我们执行事物块中的 命令的时候呢 假如说有命令出现错误了 对吧 那这时候 首先需要搞清楚 我们的错误原因 那在我们的resis中呢 一共有两种形式的错误 那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的语法错误 讲语法错误 第二种呢 还有这种运行式错误 那像语法错误呢 就像我们这个命令要不存在 或者说参数错误 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语法错误 像命令不存在 或者是参数错误 都属于我们的语法错误 对吧 如果说敲的命令 有语法错误呢 这时候你要在执行exec后呢 我们redis直接返回我们的错误 那里面的正确的命令呢 也不会被执行 需要注意啊 如果有语法错误 那redis呢 接到exec ec后 直接返回错误 正确的 里面正确的命令 也不会被执行 这一点需要知道啊 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MULTI 开启一个事物 set一个test hello 再来一个set test1 set一个test1 那现在是不是有什么呀 有这个语法错误了 接着再来一个不存在的 来一个错误的命令 iwork mount 最后我们再来执行 先来开启 好 你看 直接写完之后就什么了 对吧 直接返回这个错误了 再回车 又返回这个错误了 这缺少了这个 参数是不正确 set key 应该有value 接着在这块 iwork mount 是没有这样的命令 所以说你执行完之后 直接就报 错了 直接返回你这个 那你在exec 那里面正确的命令 你看到 exec about 15倍 打断了 transaction this card because of prevision previrus evirus 在之前的命令中 有错误 所以说这个事物被中断了 接着你看一下 里边是否有 刚才我们写的这个set 是吧 还是没有啊 对吧 set test 第一个是正确的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说有语法 错误的时候呢 直接我们这个redis 就返回了 向恩的错误信息 并且呢 里面这个证券的命令 是没有被执行的 这一点需要知道 那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运行时错误 什么叫运行时错误呢 就运行错误 就只有我们在写这个命令的 执行的时候 才出现的 写的时候 没有语法错误 对吧 假如说我们要拿一个 servchart的命令 操作一个集合的 这是不是就不合适 对吧 那这种错误呢 redis在实际的这个命令 之前是发现不了的 所以说 事物里这样的命令 是会被我们redis 接受并且执行的 对吧 如果事物里面 要出现了这种 运行时错误呢 其他的命令依然可以被执行 需要注意啊 这个运行时错误 就指 错误是指 在运行命令的时候 出现的问题 那这时候redis redis是检查不出来的 redis是检查不出来的 可以来做一个测试 multi 接着我们set一下 testr 1 接着你再sadd一下 testr 2 再来写一个set testr 3 最后你来exec 你看到这一段 是有问题的 我们就一次来执行了啊 好 执行 前两个是不是成功了 对吧 接着sadd 是不是我们的集合操作呀 接着testr 这是不是一个错的 wrong type operation against a key holding the wrong count of value 这是一个错的 但我们在执行之前 是没有语法错误的 你看到都加入到了 我们的事物对列中 接着再执行的时候 第一个成功 下面两个失败 没问题 接着你得到一下 gettestr 你看到 是不是已经成功了 对吧 设置成功了 这样的效果 其他的命令 依然会被执行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是我们的运行式错误 最后呢 还是要知道啊 可能说 这有错误的时候 像我们在mysuckle中 是不是有这个回滚呀 对吧 那我们redis中 是否也是 到我们命令 执行失败的时候 可以回滚呢 这个是否定的啊 我们redis中 是没有这样的回滚的啊 redis中 这个回滚功能 现在还是不支持的 可能在未来的版本中呢 可能也不会支持 这个回滚 回滚功能 为什么呢 因为redis在事物上 如果没有回滚的话 它很快速 也很简洁 这也是它的特性 对吧 所以说 但是即使没有回滚功能 像我们刚才提到 这两种错误 我们也是可以检查出来的 像语法错误 对吧 我们直接在开发阶段 是不是就能找出来 并且解决了 对吧 那像我们这种运行式错误 那除了你说我这些类型 就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些命令 你没有记清楚 如果记清楚以外 你不会拿这个字符串 来操作集合的 是不是 对吧 所以说 还是把之前的那些命令 都要记清楚 包括后续 我们要通过peerp 操纵我们的redis 也是一样的效果 那这一块呢 也就是我们redis中的 事物相关的问题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事物相关的 这一块练习一下 来试验一下 我们这个redis中的事物 就对照着你的 满色口中的事物 一样 一起来系就可以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